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美方面昨天德意志银行在连续近一周的上涨之后 昨天首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 下跌幅度为1.5%左右 重新回到了13欧元左右 因此德国指数也随之下跌 但是虽然不多 轻微下跌0.04% 英国方面上涨0.5% 法国下跌0.3% 美国三大指数整体来说走势也是非常平稳 虽然有轻微下跌 幅度也都在0.2%左右 接着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是再一次上涨10美元 重新回到了1270左右 而石油价格则首次在一周之内跌破了50美元大关 昨天下跌为1.11% 那今天热门话题我们找正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各个货币纷纷在创新低 但是呢 股市却是迎头向上 那在昨天我受到了人民币的下跌问题 那么在过去的三天人民币也是天天在创6年的新低 这个有很多媒体报道呢 这是由于境外的这个做空势力推动所导致的人民币下跌 那么对此呢 相信这个问题有很多 收音机前或者是在这个查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对此我则有相反的意见 首先我们知道人民币呢 它是分为境内人民币和境外人民币两类 境内人民币呢它不是一个流通货币 只有境外人民币这个设在香港 一开始是以试点为目的的一个境外人民币呢 它是一个可交易的货币 但是它的盘子非常小 所以你要说要想通过做空境外的 这个境外人民币叫离岸人民币 来拖累呢国内的大盘人民币 这个似乎呢像有一点是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之低 你说有没有影响 有 但是它不可能拖动整体人民币大盘走势 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使得国内人民币 在过去几天也同样下跌呢 那正像我前几天说到的 除了一个就是国内的严重的货币增发之外 另一点呢也是由于其他的非美货币 像我们说到的英镑 欧元日元的下跌 这些下跌呢才使得这个中国央行呢 现在是半默认状态的 允许人民币的下跌 那很多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现在其实就是如果我不跌 就是我吃亏 因为你们都下跌 那么在国际贸易上呢 这个如果再不跌 你们的东西便宜 我竞争不过你们 那我当然要下跌 所以说其实呢 很大程度来说呢 现在其实现在的下跌 同时也是对于国内 过高通货膨胀的一种释放 所以我们呢 其实并不用太过在意 那接着来看一下 刚才说到呢 这个货币贬值 央行在不断的降息 或者是刺激 那可能大家要问 那既然现在的情况呢 经济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那为什么这股市还能上涨 或者说大家还是继续 把钱投到股市里去呢 难道他们就不怕金融危机吗 那相信这个问题呢 也有很多听众朋友 有相同的疑问 对此呢 我们要从最简单的概念 再重新说起 就说到呢 是什么引发的金融危机 是经济不好吗 或者是火山地震 还是其他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实都不是 引发金融危机 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呢 其实还是人心二子 就像我之前反复说到的 所谓的人心 就是投资者的信心 民众的信心 如果大家 现在不论你是买股票 买指数 买外汇 买黄金 买商品 其实你买的 都是未来 只有你对未来有信心 你才会购买它 所以说 信心才是一个整体 现在现代金融市场的 一个标志型的产物 如果信心没有了 那么什么都没得谈 所以说 只要现在呢 这个市场里面的信心还有 那么这个股市 就还能够在短期之内 至少继续能够上涨 但我们也知道呢 信心这个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它是能够被外界所影响的 信心 你可以被 比如说周围的人都在 这个炒股票赚钱 那即使现在世道不好 你也会觉得他们能赚 为什么我不能赚 所以说 信心是可以被外界所影响 那么对于这个金融市场来说 投资者 影响投资者最大的外界因素呢 毫无疑问 就是来自于 这些主要国家的央行 政府 以及呢 官方机构 比如说他们降息 比如说他们印钱 比如说他们出台 其他的经济措施 这些举措都是呢 这些大重要机构 对于未来的一种强力表现 换句话说呢 投资者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举措 才坚定了 对于未来有信心 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说如果现在 就像现在所看到的 像欧洲央行说 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不论印多少钱 都要把这个通货膨胀搞上去 把经济带上去 像这些话呢 毫无疑问 就会鼓励 现在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说 只要信心还在 那么呢 现在的货币增发政策呢 同时 还有现在货币增发政策 同时还也是存在 那么这样一来说 货币可能还会继续贬值 那么人们 对于保值的需求 还会继续增加 那我们都知道 保值的需求 能够保值的产品 投资最大的就是 土地 这个股市 以及黄金 因此 风险投资 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 依然会比银行的定期存款 对于投资者来说的吸引力 要大得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单个产品 首先来今天呢 着重就说一下指数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 香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呢 应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 我们之前几个月反复说到是23200关键价 它是反复上了又下 下的又上 这几天呢 刚上个星期好不容易爬上了 一个四小时通道线 但是昨天 只过了仅仅三天 昨天又下跌下去 那在现在的反反复复的中间呢 如果我们设置的是近距离的止损 就很容易被扫荡出场 因此从现在的短期策略来考虑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呢 应该是在23670点的价格挂单入场 或者在下方23200点被打破了之后 也可以挂单卖空 但这中间的470个点呢 其实由于太过混乱 我本人其实没有太大把握 因此呢 投资者呢 也可以谨慎考虑 再来看一下德国的指数方面 那德国指数呢 从今年7月份开始 和香港一起进入了一个上涨通道 之后呢 应该说是再也没有下来过 虽然现在每一次都有起伏 但是都是保持了一个 长期日线级别的上涨 那么之前也是连续去过多次10800点 但是都没有被成功冲上 所以如果是10800点 能够被成功守住并且上去 德国指数会有进一步击百点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的挂单选择呢 可以这么来选择 在10835的价格 再次挂单买入 同时空单设置在10680点 最终底线是10580 如果10580被打破 那么德指继续有可能有两三百点的跌幅 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呢 在过去10天与德国 与这个香港和德国默默唧唧唧来来回回不同 它是气势如虹 连续上涨大约是500个点 现在呢 虽然是从17424的高点回落 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强劲 从日线图上来看呢 有非常明显的就是呢 现在日经指数就是朝着18000的方向在走 那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的挂单呢 基本上可以选在17440点的价格买入 同时设定在17280点的价格挂单卖出 但是我的观点呢 长期是看涨日经指数 因此在我们如果做空的话 只能短期持有 不能长期持有 最后来说 说一下的是黄金 黄金价格现在是再次爬上1270 而且是一小时两小时 同时上了上升通道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黄金 一定是上去不会再下来 但是至少现在呢 客观信息告诉我们的这个图形上 黄金是在上涨 而且现在已经突破了 之前1260到1265这段区域 所以今天我们挂单 就以今天最高价 1277挂单买入 同时如果往下跌的话呢 在1266的价格挂单卖出 1277买入 1266挂单卖出 同时如果再往下跌 在1258再次挂单卖出 那最后感谢您收看 今天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